这样的话有一间百货卖场明明是有提供顾客停车格 但是您看到这画面有民众发现 一整排的车辆他们不是停在收费格子里头 反倒把车停在车格外 影响到用路人的进出画面一出引发了讨论 但很多人认为这些车主是贪扫便宜 行为太自私 百货卖场旁的停车场放眼望去一整排空荡荡 反而在停车格外车子却停满一整排 我是来三后我看他停这样子我很疑惑 所以最好的方式就跟旁边停一样 对 因为我想说为什么停一整排 有些人可能是因为临时便宜行事 想说买个东西还是拿个东西就走了 暂楼时间不会很长 而且车子不是很多 彰化金马路上这处停车场 明明就有十几个收费停车格 每个小时二十元 但有五六辆车就偏偏停在车格外 刚好车格外到马路红线的空间 正好容得下一辆车 不少网友批评车主 有钱买车没钱停车 还有人说在彰化是日常 也有彰化人跳出来主动道歉 已经影响到停车停车的人 而且还有他这边又是人行道 可能会影响到人行道 那个使用人的安全 那是柏油路跟水泥地的分隔线 那是不是那些汽车所停的水泥地上 是不是属于人行道的一部分 那我们会再跟这个相关单位来做一个离奇 警方指出这些车子停放的空间 如果确认占用人行道 将会处以六百元到一千两百元罚缓 但有收费车格不停 偏偏停在车格外 不论原因为何 车主的行为已经引发网友热议 记者林一峰正好报道